这次是真的出大事了 本周一职业格斗者联盟 PFL正式宣布收购Belleter 相当于一个行业里面的老三 收购了老二 PFL由风眼投资家 唐戴维斯2017年创立 收购并重组了前世界格斗大赛 WSOF 也就是平头哥贾斯汀盖奇 五次未免的赛事 Belleter成立于2008年 2011年以来 一直由派拉盟环球公司持有多数股权 总部物与美国的PFL 没有透露收购价格 但其创始人唐戴维斯表示 派拉盟将保留少量股权 这笔交易将为UFC 打造一个更强大的金融对手 今年8月份 PFL吸引了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1亿美元的投资 这项投资是PFL 在中东扩张计划的一部分 明年将在沙特阿拉伯 设立地区联盟总部 唐戴维斯说 这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综合格斗的格局 PFL Belleter合并之后的名单中 有30%的拳手排名世界前25名 这和UFC的阵容是一样的 不过许多人对此表达了疑问 PFL还表示 将会继续运营Belleter 会运作冠军战系列 PFL对阵Belleter系列 两家组织将共享拳手名单 还公布了2024年 PVV购买金额为49.99美元 沙特阿拉伯 希望加强其在体育领域的 全球影响力 投资从足球到高尔夫 网球等各个领域 一直与邻国阿联酋竞争 作为中东地区金融和物流中心的地位 近几个月 阿联酋在主办UFC锦标赛期间 举办了多场备受瞩目的其他体育比赛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引起了体育竞赛组织的竞争 不过对于全民来说 似乎这是个好事 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比赛 不过Belleter可以走击 PFL会不会改变这个规则呢 希望运动员不会因为合同的问题 没有比赛可打 也希望Belleter的工作人员 能够保住他们的工作